说到罗马天主教会 也不知道是不是被影视去黑的啊 第一反应是有点害怕 什么恋童啊 布伦啊 招魂啊 怎么都是神父干的 好了啦 我是专马 最近在准备一个新的解说系列 丹布朗系列 主要是对解密和符号感兴趣 我也是借着做这个系列 学起了相关知识 希望大家期待一下哦 丹布朗的小说最有名的是 达芬奇密码 大家也知道涉及宗教嘛 天使与魔鬼 更是把故事地点就放在了梵蒂冈 宗教话题很复杂 也难懂 不是我这次深度钻研的方向 今天这部电影 算是为整个系列做个铺垫 更重要的是 原片真的非常好看 什么叫好演员 年纪再大 也魅力四射 还一整个洗刷了 我对罗马天主教的偏见 教宗的成绩 作为一个非天主教教徒 了解教宗们的故事 就像NBA球迷看欧冠一样新奇 这次我是带着自己的 2010万个为什么来解说这个故事的 很多补充资料都是网上搜索来的 如果有解释错了的 请大家帮忙补充和指证哦 2005年4月2日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去世了 这位教宗是人权斗士 为穷人争取公益 同时也是为保守派 谴责同性恋 躲胎避孕 随着祭典的结束 书记团聚集到了梵蒂冈 书记主教是各自教区的最高职位主教 由往届教宗亲自任命 因为书记主教们身着红衣 所以也称他们为红衣主教 他们来自52个国家 共115位 新一届教宗将由他们投票选出 教宗选举秘密会议 将在梵蒂冈最有特色的西斯廷教堂举行 西斯廷教堂锦铃圣彼得广场 得命于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 在1473年到1481年间建造 一直是教宗进行宗教和公务活动的场所 如果你对西斯廷教堂这个名字感到陌生 也很正常 不过教堂内部的装饰壁画 你们肯定多少听说过 最有名的莫过于穷顶之上 米开朗基罗的《创世记》 这幅巨型壁画创作于1508年5月到1512年10月期间 离时4年多 画面面积达14乘35.8米 话题取材于圣经的开头部分 九个主题分别是 神分光暗 创造日月草木 神分水路 创造亚当 创造夏娃 逐出伊甸园 诺亚献祭 打洪水 诺亚醉酒 其中创造亚当 上帝和亚当手指触碰的这个动作 更是不知道被多少后世作品模仿和引用 都讲到这里了 必须要匀欣赏一下其他壁画 在天顶创世纪主画四周 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其他的壁画 他们也是米开朗基罗的作品 其中包括十二先知 二十个裸体男性 四个旧约场景 和一些耶稣祖先家谱像 教堂南北墙壁上 分别是六幅旧约中描绘摩西世纪的壁画 以及六幅新约中描绘耶稣世纪的壁画 由彼得罗·佩鲁吉诺 桑德罗·波提切利 多米尼克·吉兰·达约 卢卡·西尼奥·雷利 科西莫·罗塞利 等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画家完成 教堂正面耶稣受难的十字架后面的巨大祭坛壁画 是米开朗基罗创作创世纪三十年以后 受邀回来创作的另一幅剧作 最后的审判 壁画受到《但丁神曲》《地狱篇》启发 取材于《新约圣经骑士录》中的故事 主要描绘世界末日来到时 耶稣在灵 亲自审判世间善恶 画中基督被圣徒环绕 挥手之际最后审判开始 一切人的善恶将被裁定 灵魂按其命运或上升或下降 壁画通过妥善的分割 形成一个个故事 整体体现出一种螺旋式的动感 细看这幅画真的细节超多 具体到一个人物的细小表情都可以琢磨 可能每一处都可以延伸出一整个故事吧 这里先不展开细讲 其实这部电影后面也多次借用了 壁画上各式人物的动作和表情 来传达角色 或是恐惧 或是慌张 或是悔恨的情绪 对了 米开朗基罗还把自己画入了壁画中 他就是耶稣十二门徒之一 巴尔多路茂手中的那个训导者人皮 其实画面中显眼的人皮就那么一个 但整幅画要素太多了 我也就找了十几分钟才看到吧 说回正题 教宗选举流程古老又传统 红衣主教们将在职上写下自己支持的人 然后依次在十字架面前投入选票 唱票团开始计票 统计过后的票纸将被红线穿过 以防遗漏 最后选票将被丢入火炉 一并燃烧的 还有通知全世界结果的烟 没有达成一支为黑烟 新教宗产生则为白烟 得票超过三分之二的候选人才算当选 而直到选出新教宗为止 教堂的大门都将紧锁 这届的选举可谓传统派和改革派之争 延续前任保守思想的德国红衣主教拉辛格 被媒体称为头号继承者 他也是现任书记团团长 而呼吁改革的意大利主教马蒂尼 阿根廷主教贝格里奥则是他的竞争对手 虽说是场宗教选举 却有股政治竞选的剑拔弩张 尤其拉辛格一副势彩彼得的样子 投票前 他用流利的拉丁语和每个人打招呼 唯独对贝格里奥视而不见 直接用行动表示了对改革派的不屑 但贝格里奥可不想当教宗啊 教宗帮助信徒和天父连接 是耶稣的代言人 也要像耶稣一样替信徒们受苦受难 直至死亡 当教宗就和殉教没两样 而且阿根廷出生的他 习惯了清贫简朴 和过着相对奢侈生活的欧洲主教们格格不入 他还不想定居梵蒂冈嘞 拉辛格没有多大悬念地成为了新教宗 教会里保守派依旧是大多数 拉辛格穿上教宗的服装 一身纯白的袍子代表圣洁 红色尖衣和皮鞋 象征着权威爱和耶稣受苦受难流下的血 他走到正对圣彼得广场的阳台 向全世界挥手宣告继位 名号本都十六世 天主教教徒们对拉辛格继位的反应 大致也是两种 歌颂他接手教义的 和骂他老顽固 搁不上世界变化的 专砚七年过去了 2012年 拉辛格面临了继位以来的最大危机 梵蒂冈机密文件泄露 而他最信任的助手 则因为性侵 郎当入狱了 天主教一时间被全世界指责 愿在阿根廷的贝格里奥 因为对教会现状的不满 申请辞去主教职位 书籍主教的退休 必须得到教宗亲子 拉辛格迟迟不给他答复 贝格里奥干脆自己订了前往罗马的机票 巧的是 就在今天 他收到了教宗要他梵蒂冈见面的信件 一出机场 贝格里奥就被接到了下宫 位于意大利刚达尔夫堡的教宗别墅 教宗一般会在夏天从梵蒂冈搬来此居住 哦 教宗大人原来住在夏日宫殿啊 难怪说不到我的辞职信呢 贝格里奥趁机阴阳了一下教宗生活的奢华 而就在拉辛格从房间走过来院子的一会儿功夫 贝格里奥已经和下官的园定打成了一片 两人思想的差别非常之大 拉辛格重视传统 是绝对教义的捍卫者 以丝不苟的衣着打扮 严谨的拉丁语发言 主地奢华也是传统的研习 当然还有一些和现代文明冲突的保守观念 贝格里奥几乎就站在拉辛格的反对面 对于离婚啊 同性恋 避孕等等现代社会才出现的问题 贝格里奥的态度更加温和 他说教会到12世纪才要求神父禁遇 五世纪之前更是没有天使的概念 万物不是静止不变的 冒犯的话已经说出口 贝格里奥干脆继续输出 他知道教会内部早就传出了有神职人员侵犯儿童的事情 但为了掩盖丑闻避免教徒失望 教会习惯性将犯错的人调个教去就完事 忏悔或许可以净化罪人的心灵 但丝毫没有帮助到受害者啊 至少应该对罪人进行教会审判 说到激动之处 贝格里奥甚至对教廷用了 你们这个词 他们明明应该是我们才对啊 贝格里奥对现今教会的处事方式显然不满已久 而在拉辛格看来 教会的名誉需要被守护 反对派贝格里奥的词称 无疑是一种抗议 媒体又能拿来打做文章了 他不允许他辞职 抛下一句 我不认同你说的每一句话就离开了 这次对话两人不欢而散 不过贝格里奥还是受邀住了下来 说是客人吧 但贝格里奥似乎也没有受到招待 拉辛格习惯一个人吃晚餐 就让贝格里奥也一个人在餐厅吃饭 吃的东西呢也随拉辛格 是他的故乡特色 巴伐利亚土豆丸子 一时半会 贝格里奥都不知道该不该说人家奢华了 好在还给他配了瓶做餐酒 拉辛格不喝酒 吃饭都是配橘子味风达 餐后 贝格里奥来到客厅小气 作为阿根廷人他有两大爱好 跳探格和看足球 拿起遥控器就调到了足球直播 随着电子手表一声 今天目标达成走了一万步 拉辛格也来到了客厅 他一边对贝格里奥说着 别管我 你继续看 你继续看 一边又躲闹着 搞不懂足球有啥好狂热的 贝格里奥识想的关掉电视 但还是非要补一句 明年世界杯 你们国家可能对上我们国家哦 你们德国对咱们阿根廷来说 还算是个对手啦 不知道有什么能聊的 贝格里奥干脆掏出辞职信 叫拉辛格签 这哪壶不开提哪壶嘛 拉辛格强硬的转移话题 今晚就让我们兄弟相处 不谈公事吧 他拿起乐谱走到钢琴前 画风又一转 你会啥乐器吗 弹钢琴 是属于拉辛格的反后娱乐 贝格里奥表示自己不会乐器 听说您老人家还出过钢琴唱片 不知道有没有荣幸听您弹一曲呢 拉辛格甩甩手 弹起一首摇篮曲 还得强调一下 是他最爱的捷克音乐家 贝多伊奇史迈塔纳写的 生于19世纪的史迈塔纳 被誉为捷克音乐之父 他享誉国际的作品有 歌剧《被出卖的新娘》 以及交响师《我的祖国》 组曲中的第二首 福尔塔瓦河非常有名 他荡气回肠的主旋律一响起来 就会让人感受到一股奔腾不息的生命力 因为听着很熟悉 应该有不少影片用这段配过乐 可惜进入了我的知识盲区 拉辛格的情深悠扬悲伤 贝格里奥大概也不知道这人是谁 但他的思绪被拉回到17岁那年 加入神学院之前 曾经他有过工作和女友 在求婚成家的人生路口 他因为一次无意的告解 觉得受神感召 毅然投入神学 开始侍奉上帝 从此截然一声 曾经的他自觉听到过主的声音 如今却对是否还要继续侍奉主 感到迷茫 除了弹琴 拉辛格也看看电视 到点了 他赶紧转频道 是他最爱的电视节目 《灵犬雷克斯》 一支德国牧羊犬和人类伙伴合力破案的连续剧 虽然得到了夜间娱乐活动的主导权 但拉辛格其实也有些迷茫 他觉得孤独 最近听不到主的声音了 他开始不确定 猪还在不在自己身边 因为教宗助理性侵丑闻 天一亮 贝格里奥就跟着拉辛格匆忙返回了梵蒂冈 两人约好第二天早上再次谈话 现在贝格里奥有了一天的空档 他脱下红衣主教的服装 逛了逛罗马城 在街边喝咖啡 去酒吧看足球 贝格里奥还注意到 民众对现任教宗的评价很不友好 他能做的 也就是睡前祈祷拉辛格可以获得内心的宁静了 第二天清晨 贝格里奥被带到了一个特别的地方 西斯廷教堂 这里是教宗选举秘密会议举办的地方 拉辛格也缓缓对贝格里奥 说出了心中的秘密 他准备辞去教宗职位 而贝格里奥因为是有力继承者 这也是他不批准贝格里奥辞职红衣主教 以及安排这次见面的原因 贝格里奥或许可以成为一个 纠正自己不足的更好的管理者 贝格里奥极力劝阻 教宗是受难基督的化身 之所以被称为殉道者 就是寄人后要当到死啊 史上只有一例教宗辞职的案例 还是在1294年700年前了 拉辛格这么做势必举世震惊 拉辛格接下来的表达非常直白 因为贝格里奥和自己观点完全不一样 自己本来是很不待见他的嘛 但这次的会面 让他觉得这正是教会所需要的变革之力 他内心赞同了贝格里奥的成绩 现在反倒是贝格里奥慌张了起来 他觉得自己是不配当教宗的 他对拉辛格诉说了自己起心为止 犯过的最大错误 70年代时期 阿根廷曾经经历过军事独裁统治 超过3万无辜人民残遭杀害 许多为平民发生的牧师 神父 修女 也无故殉道 贝格里奥当时是阿根廷耶稣会的领袖 在人民们抵抗军政府时期 他却主动和军政府交好 销毁那些军政府禁止的书籍 贝格里奥如此做是想要保护伙伴们的生命 但在反政府军斗士们眼里 他显然成为了叛徒走狗 包括耶稣会里和贝格里奥一起步道的神父兄弟 都不耻贝格里奥苟且偷生的行为 回顾那几年 贝格里奥确实保护住了一些同伴 但实际上 他的话语在将军面前没有分毫力量 更多坚持做人权斗士的伙伴 被军政府严刑拷打 他只能眼睁睁看着伙伴们从世界上消失 到了80年代 军政府倒台 阿根廷重回民主社会 贝格里奥也受到了教会的制裁 免出当前职位 并被调到海外教区 和现在教会掩盖同伴丑闻差不多 这件事也没有被详细记录在贝格里奥的档案上 贝格里奥在更加简朴贫穷的山区做了两年神父 这两年 他除了不断的自我反省和学习之外 还听了无数村里人的忏悔 有关于憎恨的 有关于性欲的 有关于说谎的 等等等等 在各种人性的负能量里 贝格里奥无法平衡自身的罪恶感 和倾听忏悔带来的压力 自觉和主之间的连接信号不太好了 那是他最迷茫的时期 终于经过十几年的修道 1998年 贝格里奥已经是布伊诺斯爱丽丝总教区的助理主教 因为那段被流放的经历 贝格里奥比大多数主教们都更加理解穷人之苦 他一直身体力行地过着简朴的生活 如今他大胆提出 经济不平等是新时代的暴政 呼吁穷人和富人之间应该要建立桥梁 而不是高墙 为穷人发声 也是他为曾经犯的错赎罪的方式之一 但毕竟交好军政府的过往也是事实 这件事让贝格里奥在阿根廷有着非常两极的评价 也因为这段过往贝格里奥自认为不配做什么教宗 拉兴格听着贝格里奥的回忆加忏悔 告诉他我们都是凡人 右手扫过贝格里奥的头顶 以圣神之名赦免他的罪过 趁着贝格里奥坦露心计 拉兴格也进行了他的忏悔 不同于贝格里奥身体力行体悟穷人事件 拉兴格买手书卷 知识广博物质上也一直过得不错 但他自认缺少了体验世界的勇气 他还承认早就知道一些神父性侵的事情 却没有去保护受害者 为了守护教会的声誉 只是流放了那些忏悔的加害人 因为对内部犯罪的视而不见 拉兴格觉得自己不配再当教宗了 拉兴格强调他最近特别寂寞 大概是因为听不见天主的声音了 但贝格里奥来了以后 他似乎通过贝格里奥再次听见了天主的声音 拉兴格认为这是胜负要自己退位的意思 就像贝格里奥在他邀请他来梵蒂冈之前 就已经买好了机票 这会不会也是上天的某种歧视呢 贝格里奥帮助拉兴格完成了他的忏悔 拉兴格如释重负 两人还在西斯廷教堂的盛气室 一起吃了披萨喝了风达 习惯于独自用餐的拉兴格在慢慢的变化 此时教堂大厅这是游客们参观的时间 要是以前教宗总得在护卫队的庇护下走过人群 但今天的拉兴格性情分外轻松 他走入人群和他们合照挥手 不少信徒因为教宗的意外现身而感动不已 拉兴格也享受着信众们的簇拥 这一刻他不再孤独 是时候回阿根廷了 离开前贝格里奥对拉兴格提起了圣方几个 圣方几个是九百多年前出生在意大利亚西西城的贵公子 后来以帮助穷人闻名 他自己也过着清贫的生活 帮助修复了很多教堂 传说他曾看到耶稣的异象 耶稣对他说 重建我的庙域吧 因为他快要倾倒了 后来圣方几个就身体力行 用砖瓦修筑了很多老旧教堂 贝格里奥这里开了个玩笑 想说耶稣要圣方几个重建庙域是个比喻 叫他修建人们心灵的庙域 没想到人真的去找食物了 书里的圣人也会对言语有误解 何况他们呢 在主教教宗身份之外 他们更是两个平均年龄超过了八十岁的白发老头 贝格里奥拉着拉兴格要教他探格 这一次拉兴格没有拒绝 两年前还说着你的话我一个字也不认同的两个人 因为一场开诚不公的对话开始惺惺相惜 第二年拉兴格以身体不适为由宣布退位 新一届的教宗选举又开始了 115名书记主教齐聚西斯廷教堂 经过了五轮投票 贝格里奥当选为了第266任教宗 旧任宣告时 贝格里奥没有穿代表着教宗传统的红色尖衣和皮鞋 他踏着那双提醒他节俭谦逊的黑色旧皮鞋 站到了全世界信仰者的面前 贝格里奥是首位来自美洲 南半球拉美地区的教宗 他选择了方几个作为名号 以纪念那位帮助穷人的圣方几个 他的就任势必对天主教世界带来巨大的改变 这部网费出品的2019年影片 一上线就好评如潮 我因为对天主教不甚了解 心想着估计看不懂吧 一直没点开 但事实证明好电影是人类情绪的共鸣 他没有任何宗教门槛 心境之人犯错要如何处理的迷茫 独自生活难以避免的孤独 信仰动摇之时的绝望 甚至他们一辈子只信主 万一有一天坚信了一辈子的东西被证明不存在 或者是错的 那简直是对自己存在的否认啊 如同贝格里奥曾经说的 要桥梁不要高墙 当你主动走入人群的那一刻 信州那道孤立自己的墙就会倒塌 可是这个动作很难 哪怕是教宗大人也花了85年才学会 改变可太需要勇气了 影片取材则真实事件 本都十六世 方几个两位教宗 也就是现实里的天主教教宗 创作灵感 来自当年本都十六世 助手的性丑闻 以及他的突然辞职 毕竟这可是600多年来的第一次 两位天主教最高权力者的对话 可是很值得想象 或许这些事件 对天主教徒来说非常熟悉吧 对于非教徒 则起到了一定的科普作用 比如说教宗的选举流程 和西斯廷教导的内部展示 看完就好想去梵蒂钢 瞻仰那些壁画啊 同时他也是一次成功的形象树立 在安东尼霍普金斯 和乔纳森普雷斯 两位老戏骨的演绎下 两位教宗爸爸魅力四射 让人产生了宗教皇帝 并不神秘遥远的感觉 影片拍摄上映已经是几年前 而就在2022年12月31日 本都十六世去世 享年95岁 今年年初 教宗方几个亲自为他主持葬礼 他现在被安葬于圣彼得大教堂 地下室中的教宗墓地 本都十六世拉辛格退休以后 虽然不再代表教廷对外发言 但依旧对梵蒂钢内部影响力巨大 而现在的世界只有一个教宗了 方几个对天主教世界真正的影响 才刚刚开始 按个赞再走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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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